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而多家的在港外资机构 也都纷纷表示忧虑 并且也有部分将未来的 陆属重点转向了周边其他国家 而我们转观内地 内地的地摊经济 可以说是引发了全面的讨论 这是否是宣告了 一个苦日子时代的来临呢 现在我们立在连线 会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徐伟华先生 来为我们解读 许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由于美国采取行动 极有可能取消对香港 享有特殊待遇 已经有跨国公司企业 它在部署将本港的 财资管理业务 迁往其他的 去内的其他市场 比如说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还有像越南 都已经被纳入视线范围 但是还没有一个 具体的执行时间表 银行界也指出说 部分的跨国公司 也正考虑撤出 部分在香港的资金业务 然后再逐步的 要扩大这个撤出的规模 野村他也现在 已经表明说 我要增加新加坡的比重了 那么您觉得 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否会成为 一个外资主流的选择 那么对于香港 和中国内地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 并且现在可以看到 中国已经在香港周边 布局了很多个自贸区 那这些自贸区 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呢 首先这个问题 我们要用一个 变动的观点去看 我们知道之前 新加坡跟香港 竞争比较激烈的 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之间 那么之前 香港依附于中国的优势 大量的企业来香港上市 然后香港的资本市场 发展得非常好 这是毋庸置疑的 亚洲金融中心 但是最近的十年 因为种种的问题 香港是受到了很多的困扰 所以我们看到 新加坡的发展很快 但是在现阶段 说中美关系 对香港产生的一些影响 会加速这个趋势 我们倒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首先呢 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市场 包括金融市场 它需要一个体量的 从这个市场的活动 流动性程度 活动性 香港是实际上 远远好于新加坡的 至于说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等小国家 他们在金融方面的体量 非常小 而且资本的进出 非常的不方便 流动性不好 所以说取代香港 金融中心这个地位 现在看来是 应该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至于说美国 是否会对香港采取更多的 这样一些制裁措施呢 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中 有讲到这是不贵的 因为首先呢 香港是一个贸易顺差 对美国 所以美国每年呢 对香港采取得大量的服务和贸易 此外呢 美国这个资本呢 在香港的投资呢 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收益 投资资本呢 这个回报也很不错 总之呢 资本是逐利的 那么在香港 他们有钱赚 他们就会过来 至于说中国 和这个美国的争熬呢 我们认为短期 可能会对香港蒙上一层阴影 你看长期来看它会并不影响 香港的这个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那此外呢 就讲到这个 现在中美之间 真好对香港人 这个最优惠待遇的问题 我们认为呢 实际上美国是不会取消的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如果说 我们遇到其他的地方 包括东南亚 包括亚洲其他国家 实际上美国的这个 法外的 海外的这个法治权 还是非常强的 包括它这个海外反腐败法 海外反起钱法 实际上美国是最喜欢 在全球用本国的法律 去制衡其他公司的 所以说 如果在这个层面上 其实你在新加坡 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会受到美国的监管 我们看到各大银行 在过去几年 被监管得非常严格 这个股包的 投资的回报率下降 公司运营起来 变得更加困难 也都跟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法权 在全世界范围内 大肆地进行扩张 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呢 从这个方面来看 更加应该担心的是 美国的政治 以及美国在全世界 采取什么样一个态势 这个可能不仅仅影响到 香港会影响到 很多其他地方 那我们同学也关注到 昨天有消息指 美国最快当地周四 将中央电视台等 至少四家中国官方媒体 是列为外国使团 您觉得此举 是不是更进一步地表明了 中美两国各方面的关系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紧张的状态 那您是否觉得说 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还是说它其实 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 而中央电视台 我们知道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 您觉得现在的中美对抗 是否已经从 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种科技方面 上升到了一种明显的 意识形态的一个博弈呢 这个我倒并不这样认为 首先我们认为 这个电视台 是有一定观点的 就像在美国 这个福克斯新闻等等 CNN 他每个电视台 都有自己的观点 那么这个情况 之前是有的 但大家没有挑明 但这次呢 随着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变动越来越大 包括特朗普的极端的言论 这个事情可能都挑明了 其实在美国我们也看到 这个电视台的报道 是有很强的片面性 所以说特朗普经常 也口不遮掩地骂一些记者 那么现在对于中央电视台 它一些定性 我们认为呢 其实也是把这个事情 就是拿到台面上 确实有一些电视台 或者是说新闻媒体 它的这个立场 可能是有一定的政治动机 那么这个在全世界都一样 至于说美国把这个 中国的这些新闻媒体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定性 我们认为呢 这实际上恰恰就是 它在学中国的一个做法 其实美国现在呢 在一方面指责 中国做的这个事情不好 那个事情不好 另一方面它也是 很多方面的像中国学 中国再怎么做 它就怎么做 我们看到昨天 那个扎克伯格出来讲了 说可能要评付一些这个账号 可能害怕影响美国全局 到最后可能扎克伯格也会说 可能要删除一些贴子 我估计这个 所以说美国在这个方面 跟中国越来越像 反过来讲的话 大家都希望中国可能在这个 更加开明自由上 向美国越来越像 我们认为呢 其实两个国家现在都是 就是方法来讲 可能做的这个事情呢 越来越接近 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双方是可以互相 进行更多的沟通 或者说更多的协商 找到一条中间路线 看看怎么样 才是一个中工之道 能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事情并不代表 一个更加严峻的 中美关系这样一个趋势 市场也无规 过度解读 也不用过度解读 那我们看回到中国内地 总理李克强 早前是在山东考察的时候 他就说地摊经济是中国生机 那么定调了一个地摊合法化 那也是在舆论界掀起了全民讨论 地摊经济的一个热潮 当然是说法不一 因为之前中国是全面禁止过的 有人也说 这也是一招回到解放前了 也有人说 也不能这么看 全面激活 全民参与这个小微经济的热情 也是应该的 那您怎么来看 当下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环境之中 这样的一个拉动 就业和消费的方式 您觉得它的成效有多大 在怎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推出了地摊经济 全面复活的这种想法 背后还有哪一些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吗 这个事情呢 我们首先要从这个 浅层次和深层次 两个方面来看 从浅层次方面来看的话 确实中国现在 这个失业率的情况比较严峻 那么推出这种地摊经济 促进一些就业 或者说拉动一些消费 我们认为肯定是有益的 那么之前实际上在世界各国 都有这种夜市场 地摊的这样一个经济活动 那么实际上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活跃社区的这样一些文化和气氛 其实都是挺好的 也创造这些机会 但中国这方面 就是说政府一说什么话 好像这个事情就要全民全国 全民都要搞 还是要不是一般般的搞 要大搞 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也是有点过的 其实中国很多政策 就是说都是过忧不及 有些东西你可能按照市场的因素 去让它自由发展 能够发展的最好 那么也不要用市场的行政的手段 去限制它 更加不要说用行政的手段 去促进它 那么中国现在还是在走这样一条路 一旦有什么事情稍微一点不好 它就用这个行政手段 把它全关掉了 后来发现说有些后遗症 它们用行政手段大力的来促进 我们认为其实中国要学会一条 让这个市场在这个有得有失 前方利弊的情况下去找到一条 最适合这个发展的道路 这个中国的这个结构化的改革 我认为还是需要进行 那么到最后就是说 这个第三经济 我们认为肯定短期是好的 那么背后折射出来 另一个词面的话 就是说可能中国还是要 需要大力发展这个 没有民营经济 那么包括没有企业 民营企业实际上是 老百姓就业的这样最大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如何促进 对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降低民营企业的资金成本 以及创造更多民营企业的 这个生存和营业的机会 包括我们之前讲到说 中小企业在中国的这样一个 经营的这个生存状况 都能得到一个很有效的 这样一个改善的话 那么这个中国的一个消费市场 才能真正地得到出息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Michael这一时段 与我们的视频连线 带来一个深刻的解读 谢谢您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